咱们的面条已经压好了 下面咱们做一个蒸面条 我们先把刚才压好的面条上喷一些油 这样防止在蒸的时候粘连住 我们把面条放到蒸屉上 散开一点 因为今天的面条比较多 所以我们第一遍要蒸15分钟 今天中午蒸面条我们用到的菜油 豆角 还有一块猪肉 下面我们先把菜和猪肉洗一下 我们用这个厨房纸把这个肉肉的水分洗掉 下面我们先把肉切一下 下面我们把肉腌一下 下面我们把肉腌一下 放入葱姜 加入食盐 花椒粉 白胡椒 和鸡精 加一点老抽 加一点生抽 加一点料酒 加一点葱油 下面我们把肉搅拌均匀 腌肉的功夫 我们来切个豆角 把豆角也切一下 再切几根葱 下面呢 下面呢我们开始炒菜 炒肉的时候呢 要热锅两油 这样才不容易粘锅 好小的 accept 炒肉 炒肉 酱油 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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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调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姜丝加进去 然后把豆角也加进去 再加一点盐 因为刚才豆已经加过盐了 这一次不用加的太多 再加一点花椒粉 一点白胡椒 加点水再加一点老抽 这样面条的颜色就会非常好看 面条已经蒸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拌面 我们把面条搅拌均匀 我们先打开 河南版的豆角蒸面开蒸 放上香菜和葱 今天的豆角焖面就做好了 今天的蒸面条味道怎么样 感谢观看